朱许臣 最近辛苦了 我爷爷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苏醒过来 您 爷爷病情还是比较稳定 我们还是要再观察观察 您这样到我办公室 我给你好详细说一下 爷爷 我来看您了 最近家里发生了好多事啊 其实 我打从心里 从来都不相信 您会做出那样的事 我们一家人 一起度过了 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您对我和萱萱 一直有那么好 我和浩宇的感情 也是真实的 可我真的无法接受 她一开始和我结婚的目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憋恨 你放心 我相信 盪雨他一定会努力 守护住猫里的 我也会 请你每天要好起来 请你 你找我 是啊 小吃 你果然去查了我跟思田的事 怎么样 精彩吗 无论你要做什么 停手吧 停手 你以什么立场让我停手 起思田的家人 还是宋昊玲的家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区别就是 仇人 和一家人 难道你要亲手 毁掉晨晨和萱萱的幸福吗 你口口声声说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姐姐和两个孩子 那我问你 姐姐 她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再次分离吗 那两个孩子可以由你带啊 然后呢 我可以帮你啊 一起啊 然后呢 这孩子们长大了 懂事了 成熟了 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我跟他们说 他们家庭破碎 全拜他们擒天殊殊殊所思 这就是你要给他们的爱 习思乐 我会守护住我的家人 这就是我的理由 我劝你收拾话 否则我姐姐全校有志 她也不会原谅你 你 起司了 根本就不是起司天的妹妹 你只是宋浩宇的妻子 一会儿无论成败 你都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是吗 你要留在毛里 你都不在了 我留着有什么意义 有 因为我希望你留在毛里 我留在毛里 啊 好 茂林商场 自一九七三年创立之期 风风雨雨走过了五十多个年 听我爷爷讲 是他瞒着我太爷爷 拿着家里的存折 开了一间杂货铺 并以我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会作为茂莲的一员 继续守护她 好了 好了 关于罢免宋浩宇作为集团 唯一决策人身份的表决会 现在就正式开始吧 大家可以进行表决了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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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替你计算过了 表决会中的持股量是百分之八十三 同意的就占了其中一半 我早就说过 只要有结果 过程并没有那么重要 好了 现在结果这么明显 宋浩宇 你不要我再请你出去吧 你不要我再请你出去吧 佟总 佟总 齐斯勒 你们这是 参加表决会 参加表决会 你用什么资格参加表决会 佟总是茂林的新股东 我们凡毅现在持有茂林百分之八的股权 你们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如果这百分之八是反对票的话 等等 您身边这位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 是我们凡毅的首席设计师 齐斯勒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儿 也多亏了他的投资提议 我不是不帮你 只是我们凡毅在茂林的持股份额 达不到董事会的标准 那如果能吸纳到更多的股份 进入董事会 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标准 吸纳股份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不是这么简单的 生意它就是生意 那就在商言商 不然 陆浅 你跟浩宇合作了这么多年 应该最了解他对凡毅的重视程度 如果冒零易主 那对凡毅的影响 你可是我也知道 把我跟他拴在一条船上 行 继续说 爷爷和浩宇创下的口碑 是所有持股人最看重的 所以易主对他们来说 是不可控的风险 你觉得可不可以利用他们的这种心态 这个时候 他们肯定都是坐不住的 所以干脆成这个时候 提下收了他们的股份 对 退一万步讲 就算浩宇真的被罢免了 你也没有损失啊 那我要是进了茂林的董事会 我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 用在翻译身上 什么KLLAL的 通通靠边站 那这就是用力了专不赔的生活 嗯 行 继续了 我愿意为你买单